按照按三下 你就抱你完成了 讲师强调只要上个步骤 就可以轻松绑定LINE 这里是台北市西新里 正在进行就里还LINE绑定教学 这是行政院苏发部智慧里民计划 希望透过与LINE的结合 让里民一机掌握邻里活动资讯 一键报名里民活动 最主要就是说 针对苏发部智慧里民的计划 那它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 专属的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是会跟我们的LINE 去做一个结合的 所以会尽量让长辈 就是用自身已经有的经验 去做一个转化 不用学习太多复杂的一个过程 就能够透过这个智慧里民的系统 来做活动的报名 或者是说里内相关的案件的通报 都可以透过这个系统来完成 不只方便里民参与里内各项事务 就里还LINE绑定教学 更能协助长辈们克服智慧手机 使用恐惧症 甚至透过线上通报功能 能避免受到手机诈骗 重点是说我个人也觉得就是说 我们长辈的手机的资讯的数位化的程度 必须要再做一个加深加广的提升 那这样子才能够让长辈能够更加的跟社会 能够更加的接轨 然后也能够避免更多的诈骗案上升 因为你学的越多 你知道的越多 诈骗就越不容易骗到你 所以我当然就很希望有这个资源 我们都能够尽快的来引入 在工作人员耐心协助下 长辈们按照步骤顺利完成赖绑定 高兴的说以后不用再等儿孙回家帮忙 我们的里长办这个手机教学活动 对我们长辈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有些长辈 比方说他要报名旅游 要报名什么课程 都不会使用手机 那现在有里长办这个课程来教我们的话 大家就可以亲来一起的上网 也不用等到孩子回来 再求孩子 求女儿拜托孙子都不用 我们自己再来可以增加自己的脑力活动 也不容易失败动动脑 我是觉得里长这个活动办得很好 在里长胡佳阳积极争取下 西新里也成为 书发部智慧李明计划全国首发示范里 主办大会表示 除了西新里外 也正在双北桃源等县市推广这项计划 目前已经与十多个里签署MOU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里加入 让李明享受更便捷的里政资讯服务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